咖啡果个头迷你 红亮诱人 它是如何变身成为一粒粒咖啡豆的 且看一个小巧便携的装备 是如何升级蜕变 完成挑战的 敬请收看外发明咖啡雕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锡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 科学顾问是来自清华大学的 王子熙老师 王老师你好 你好 王老师您爱喝咖啡吗 我每天都喝咖啡 每天都喝 因为咖啡非常提神 这咖啡豆大家都非常熟悉 王老师您有没有见过咖啡果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 这咖啡的故乡是在非洲的 埃塞俄比亚 咱们今天也不能跑去埃塞俄比亚 咱们的记者现在已经出发 到达了云南了 我们来看看云南的咖啡果 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台记者施涛 我现在来到的是云南省宝山市 现在季节已经进入了深冬 但是宝山依然是阳光和续 绿树成阴 在这里冬天的最高气温 能够达到17-18摄氏度 而到了夏季 气候就更加的炎热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这里生长了一种特别的农作物 咖啡 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这里的咖啡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云南是中国不多的咖啡产地之一 而宝山又是其中的重要咖啡种植区 这里出产的咖啡被称为小链咖啡 记者找到了当地的一家咖啡种植园 这个园区位于海拔将近一千米的山上 望远望去都是成片的咖啡树丛 师傅您好 能打扰您一下吗 好 可以啊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种的是小丽咖啡吗 对 小丽咖啡 小丽咖啡这都是您家种的是吗 对 这一片都是我们家 这里的咖啡种植区 已有五十多年的种植历史 每年亩产在一百五十至两百公斤左右 是世界优质小丽咖啡的最佳生产地区之一 产出的咖啡豆颗粒均匀饱满 气味清新 是国家地理的标志产品 这个它里面有果浆 是吗 还有一点微甜的 是吗 可以吃啊 直接吃可以吃 但是吃的是它的果汁 它的种子它不能吃的 就是吸里面的液体 总之要等它烘焙以后才可以吃 香 不是要烤 因为就是要烤鸡子 里面是比较甜的 对 对 果汁比较甜的 你刚说的就是叫果椒是吧 对 果椒 果椒就是一股甜味 对 但是它这个 这种甜味跟咱们喝那个咖啡那种 咖啡香也不一样 另外一种 那个它经过烘焙以后 烘焙了 烘焙以后才能拿去做饮品 宝山咖啡每年十月份进入成熟期 每二十天就会接出一批红果 一直延续到来年的二月份 这段时间也是咖啡员最繁忙的时候 人们要手工采摘咖啡 然后进行粗加工 这是咖啡员每年必经的工作流程 咖啡豆的粗加工 主要分为脱皮 脱胶和晾晒三个步骤 无论是大型咖啡企业 还是农户小作坊 都要如此进行 在家里面加工是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面了 每天采的咖啡就来在这里脱去 就放家里了 平常老同也在家里 你们这个加工 我看这边都是这个豆子了 对 这边已经开始晾晒了 这是晾晒的豆子是吧 咱们这个加工一般是什么样一个步骤 我们每天下午把咖啡拉回来以后 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脱皮 先要脱皮 脱皮 又到发酵池里面发酵 它那个皮是我们是不要的 皮为什么不要 它那个皮的话 咖啡的话我们只是喝的咖啡 只是咖啡的种子 皮的果皮的话 我们就拿它做肥料了 那你们怎么脱皮呢 脱皮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用的是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 这是你们的一个劳动工具 对 对 这种咖啡果脱皮机是最传统的机器 几十年前就被农户所采用 它的主要结构包括进料豆 脱皮滚筒 手柄以及前后两个出料口 整体并不算复杂 咖啡豆进入机器后 就都堆积在金属滚筒上 操纵人员转动摇柄 让滚筒转动起来 咖啡豆随着滚筒的转动 被挤进滚筒和压板之间的空隙 在压力的作用下外皮破裂 里面的种子就滑落了出来 而滚筒上的凸起则是为了让压力 作用在咖啡豆上而设计的 这种咖啡果脱皮机形态比较原始 不光效率低 脱出的豆子质量也一般 难道就没有更加现代的脱皮方式了吗 记者在当地走访 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脱皮方式 功夫不负有心人 镇上的农机店老板正好听说过 有人在研制新型咖啡果脱皮机 记者问到了联系方式 一路寻找 来到了发明人的研发工作室 你好 你好 你叫谁呢 你好 我是这个装链台的记者 你好 是这样的 我是听说你这儿是在做一个 咖啡脱皮的机器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器呢 在做的 发明人姚继玉发明团队 发明项目 咖啡鲜果脱皮机 记者跟发明人说明了来意 姚继玉同意了设置组进行采访 两人来到了机器研发中心 就是这台机器是吗 对 就这台 姚继玉设计的脱皮机 参考了传统的手摇式脱皮机 但是有所区别 为了提高机器出动产量 不光是采取了电力驱动 姚继玉还精心打造了滚筒 滚筒是脱皮机最关键的部分 脱皮过程全是依靠它来进行 而滚筒上的耻爪 又在脱皮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姚继玉反复实验了耻爪的大小 角度 数量和位置 让耻爪个头更大 数量更密集 最终打造出了眼前的滚筒 凸起的金属耻爪 一方面实现了脱皮 但另一方面压力过大时 它又会对咖啡豆造成损伤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 姚继玉又在耻爪上 增加了一层特殊软质材料 降低碰撞的损伤 姚继玉找到了咖啡种植园 负责人蔡文正 想要推荐自己的机器 给他们试用 蔡师傅看姚继玉 是一个不善言辞的实在人 似乎所说的机器 也比较靠谱 于是就叫他 把机器拿过来看看 但是要现场 来一个正式的测试 让姚继玉的脱皮机 跟自己的脱皮机 来一场比赛 看看两者谁的 脱皮效果更好 姚继玉答应了 蔡文正的要求 到了约定的日子 她和工作人员 把全部设备 拿到了比赛场地 咱们现在就在这个 咖啡园里进行一场 咖啡豆脱皮的比赛 我看您这边人数众多 你们这些都是 你们叫来的工作人员 今天我们有八个工作人员 你们大概都干了多少年 干了好多年了 好多年 我们七八年了 从小就去干这些 从小就开始干了 那应该是 待会工作前 应该是挺熟练的 是吧 那姚先生您这边呢 您是一台机 加上您一个人 我是一台机器 那您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是又兴奋又紧张 又紧张 还是有点紧张 您觉得能赢吗 这个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个必须四个的才知道 必须四个的才知道 是吧 咱就准备开始 好 好吧 大家准备开始 好吧 那我们两人一台机器 好 今天的比赛 每支队伍 需要拖200斤的咖啡纤果 看看哪一队 速度快 效果好 人工队的八名相亲 两人一组 相互配合作业 力气比较大的师傅 负责摇手柄 力量小的负责尽料 在这样默契的配合下 咖啡豆源源不断地 从出料口滑落出来 杨师傅 我看您这边有小半盆了 您这个小半盆拖着豆子 现在这个质量怎么样了 质量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您能给我讲讲 您是怎么看这些豆子 它的不是 豆多可少 豆多可少 然后它涂得干净嘛 它这个皮子咬的豆 豆比也是少 就像这种 像这种 破粉豆 也很少 你能看 你一眼就能看着有什么特殊 一眼就可以看出 人工队经验丰富 动作娴熟 第一次参赛的姚继玉那边 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来 杨先生 你现在都还正常了吗 还正常了 肌肌都还正常是吧 正常对 我看已经拖了这么多豆子了 对 是吧 还有这个拖的情况 应该也还可以是吧 这个情况还算干净的 还算干净 咱们看一下 可以可以 还是加多了一点 对 但是说一会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都不错 这个好像 95% 应该都是豆子 对对对 说说 而且这些豆子 看起来这个情况也挺好的 因为这个特别不好 特别 可以 可以可以 机器队的进豆量 远远大于人工队 这么多豆子 一下进入机器中 需要不停地加入水 来帮助润滑 以便于豆子能够顺利地 经过滚筒脱皮滑出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 机器队的效率高于四台 手摇脱皮机的效果 这样的状况 能够持续下去吗 经过了43分钟的作业 摇脊域的机器 完成了200斤 咖啡豆的脱皮 而人工队却用了55分钟 我们现在面前摆了三个盆 这边两个盆 就是你们传统队拖的 是吧 对 用的是传统的这个机器来拖的 是吧 然后这边这个盆呢 就是 杨先生您这边拖的 是吧 您这边等于拖的比较满 拖的多一点 蔡师傅您仔细判断一下 看这两边的豆子 您觉得有什么区别没有 目测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不要求它的破碎率 超过10% 它有一定的破碎率 有一定 但是还是在我们的那个 呃 承受范围内 但是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还有 哎 就是那个果皮 从存留的还是比较多一点 果皮 你就是说这种 这些 哎 有黑的 有绿的 有红的这样 会增加我们以后的工作量 这些嘛 我 在工厂之后 再把它改进一下 回到了工作室 姚继玉开始思考 蔡师傅 提出了问题 如何让大小不同的咖啡豆 都能够通过机器脱皮成功呢 他反复寻找 小料咖啡脱皮失败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计算和实验 终于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咖啡豆进入浸料斗之后 就沿着卡槽 进行脱皮和排出 可以说脱皮的过程 是卡槽与金属滚筒 合作的结果 如果卡槽的深度和宽度 不匹配 就会造成个头大的咖啡豆破损 或者是个头小的咖啡豆 脱不到 姚继玉经过反复测试设计出的卡槽 定制了最合适的深度和宽度 在脱皮机前面加一个自动网筛 采用了方形孔眼 大小跟咖啡豆匹配 工作时 由四个滚轴带动 不光在水平方向上振动 还同时做上下振动 姚继玉说 只有这样的方式 才能够实现豆子和豆皮的分离 为了展示自己的新成果 姚继玉再一次来到 蔡文正的工厂拜访 想要说服她 姚继玉软磨硬泡 好说话的蔡文正 拿她没办法 只好答应再来一次的验证比赛 好 我们现在再来进行一场 咖啡豆脱皮的比赛 我们这次的比赛要求就更高了 不光是要咖啡豆脱皮的效果好 保证豆子能脱出来 还要求豆子的脱皮率 我看蔡师傅您这次 带来了这么多的父老乡亲 是附近的农户都叫过来了吗 对 都是平常我们的生产人手 那姚先生您这边等于是 还是您加上您的机器是吧 对 但是您看他这边这么多人 你站在他旁边不会有一些压力吗 今天没有 今天我这个产量很高的 是吗 对 相信你的机器是吧 对对对 行 那咱还是比比看吧 好吧 看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好吧 大家都加把油 好吧 比赛开始了 这一次不光增加了比赛的机器和人数 每一队要脱的咖啡豆也增加了一倍 达到了四百斤 人工队各就各位迅速展开了工作 这一次叫来的乡亲 大都是年轻人 体力上更有优势 看来人工队这一次真的想要一篇高下 而大家也都知道 比赛对手脱皮肌不可轻视 每个人也都开足马力 一刻也不停歇 蔡师傅 您这边是在干嘛呢 我们为了给它提高那个产品的这个干净度 我们还有人工再筛一下 就把那些豆皮筛出来 对对 是那个孔雅是正好是豆能在 对对对 果皮不是大一点吗 它豆皮大一点 对对对 我看果皮应该是比较轻了 轻的 对 就在上面糊在上面 豆子就下去了 豆子就下去了 你看 稍可实在不是就很好吗 但是它们筛起来速度的话会慢一点 这个的话呢 它基本上也能够刚好跟它们所脱壳的相笔配的 相笔配 对对 基本上跟你们这个机器的速度 对对 为了达到最佳的脱皮效果 人工队还增加了筛豆子的程序 那么机器队那边的豆子能否筛选干净呢 杨师傅 怎么样现在情况 机器正常还正常吗 相当正常了 看你们这边好像多了一个东西 对 结成了一个人工 哦 它这个等于是现在这个用法用的水是从上面出的 相当均匀的 相当均匀是吧 这样的话就不用再有个人在这站了 然后这个师傅就可以在旁边这样捞豆子是吧 嗯 对 嗯 但你们这次机器这个出豆的话不光是豆了就还会出很多水 大了一小点 大一些是吧 它就要水量要稍微要大一点 哦跟那个产量有关 我们就看一下你这个豆子的情况怎么样是吧 豆皮更干净了 豆皮更干净对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看这个脱皮率 对这个震动塞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 是吧 一二三四五五 您这一把面有五个皮 六个皮 您觉得这个效果还行的话 这个效果已经可以了 可以了 因为这些人没什么大皮 没什么大皮 哦对没有那种大颗大颗的皮 都是些半颗半颗的皮 没有那种整颗整颗的皮 是这种情况 这个经过第二次那个风选机一吹就没了 时间过去了二十分钟 姚继玉大声宣布 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 四百斤的豆子都脱皮完毕 而人工队才脱了不到三分之二 看来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就等人工队工作完毕 来检验成果吧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你们脱下了两盆豆子 我这边呢就是姚先生您脱的豆子是吧 然后那边呢就是蔡师傅 您脱了是吧 然后我们目测来看这个 咱们这边的这个豆子颜色是比较一致的是吧 白一点 白一点是吧 等于是这个豆子的量比较多 豆皮就比较少 豆皮比较少 也没有那种大的豆皮是吧 对对对对 就算有也是小的豆皮 对对对 然后再看一下蔡师傅您这边 您这边颜色整个是发暗 然后还有这么多的黑色的部分 这个脱皮的可能在百分之七十多左右 百分之七十多 我们这个百分之九十多了 哦差距这么大 差百分之二十了 对 那蔡师傅这次您结果您认识吗 对对对 我现在对他们这台机器是比较还是认可的 比较认可了 如果你认可我们这个机器的话 我这台机器可以留给你们试用 就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使用 这个不会使用 你随时打电话过来 我有时间过来就是指教你一下 那我们要多请你帮忙 这个没问题 行那恭喜您姚先生 发明成功了 谢谢 姚继玉发明的咖啡豆脱皮机 在传统脱皮机的基础上做了全新的设计和改良 提高了脱皮效率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咖啡豆的积损率 提高了脱皮率 在细节上增加了很多周全的设想 方便了农户的粗加工作业 咖啡豆脱皮的时候 有一部分果壳没有完全脱开 另一方面在这个 就是脱壳过程中 为了这个调整它的这个摩擦状态 还要加一些水来辅助它的脱壳 那么我们希望呢 发明人在这个摩擦滚 以及跟它接触的这些物料的材质结构 以及这个表面形状上 进一步地进行一些完善工作 以达到增加这个脱壳率 改善摩擦状态 同时呢 就是降低水的消耗量的目的 王老师 你看我手上的这个小家伙是什么呢 像一个保温杯 是个保温杯 有点像 但肯定不是这么平常的保温杯啊 它能做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保温杯 而且是很有味道的保温杯 很提神的保温杯 这是做什么 这是做什么的 嗯 那么我相信大家现在依然很好奇 究竟我刚才拿出来的这个小物件 是一项什么样的发明呢 别着急 我们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咖啡浓香四溢 口感爽滑 且看一个小巧便携的装备 是如何升级蜕变 敬请收看外发明 咖啡飘香 咖啡果 红亮诱人 红色的果肉 包裹着两粒咖啡生豆 咖啡生豆 主要由果胶层 内果皮 银皮 内胚乳 紫叶组成 经过烘焙研磨后 就可以冲泡成 可以喝的咖啡了 咖啡粉在冲泡时 不会全部化掉 只有百分之三十 可以溶解到水中 剩下的百分之七十 则会成为残渣 在混沌困乏的早晨 一缕咖啡的香气 足以让我们 神清气爽 垂涎三尺 因其冲泡后 散发迷人的香气 独特的口感 收获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青睐 如今 喝咖啡 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 你平时喜欢喝咖啡吗 平时还行吧 一般喝的话就 输人咯 都是在外面咖啡厅买的 自己做的话就很麻烦 茶跟咖啡 咖啡喝起来 会有一股那种香味吧 茶呢 要约三五个朋友一起喝 可能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吧 虽然制作咖啡的方式 分繁多样 但是 无论哪种方式 都离不开三个步骤 湿润 溶解 和分离 湿润是把研磨的咖啡粉 彻底湿透的过程 咖啡中含有很多挥发性成分 湿润会帮助其充分释放 第二个步骤 溶解 就是把咖啡粉中可溶性物质 溶解到热水中 最后一步是分离 咖啡溶液离开咖啡粉 进入到周围的水中 溶解和分离 一般都被统称为萃取 经过实践 人们创造出了 煮泡 加压 浸滤 等多种萃取方式 如今 咖啡已经渐渐走入 千家万户 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今天 我们的记者 就准备进入 广东佛山的一个小区 随机走访一户人家 了解下 普通家庭 是如何制作咖啡的 你好 打扰一下 我想问一下 就是平时你在家 就是这个做咖啡吗 还是 偶尔吧 那我能了解一下 你平时是怎么做的吗 平时啊 可以啊 进来做吧 好好好 这就是那个咖啡机是吧 比较长时间的 可以说是老咖啡机 就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 还是有感情 所以我不舍得一样 眼前的这个咖啡机 分为上下两层 被称为美式咖啡机 采用的是净氯式的萃取方式 咖啡粉放在上层 装有过滤器的容器中 下层则为咖啡壶 启动后 位于右侧透明杯桶中的冷水 会被逐渐加热到90度左右 并渐渐地进入上层容器中 吃热水滴到咖啡粉上面 随即流入下方的咖啡壶内 过了大约五分钟 一杯浓香四溢的咖啡 就被萃取出来了 来 现在我可以煮好了 煮好了 尝一下 美式咖啡浅淡明彻 甚至可以看见杯底 之所以呈现这种特征 是因为它起源于战争时期 美军军人将热水 兑进小份浓缩咖啡的习惯 至此以后 这种简单随意的方式 很快在世界上流行起来 谢谢 那么这位女士 做出来的美式咖啡 口感如何呢 感觉怎么样 嗯 非常淡 然后还有那个 咖啡豆的那个清香 对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浓一点 一杯好喝的美式 不光只有咖啡的苦味 还有一点点的酸 附带一点点的甜 以及咖啡的芳香 给人持久的回味 整个这样就是你从准备咖啡粉 然后到整个来喝上一杯咖啡 然后大概会需要多少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对 那你不会觉得很麻烦 嗯 真的特别麻烦 所以 如果有一种可以带出去的就更好了 小小的 因为我们到野外的时候 有时候想喝点咖啡来着 没工具 然后 你要带的水啊什么 都特别麻烦 这种带不出去 说真的 在外面里没有电 这位女士的话 说出了很多咖啡迷的心声 李柯便是其中之一 这位38岁的广东人 早在2006年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发明人李柯 发明项目 便携式咖啡机 我们很小 从五岁开始就在我爸的这个带领下呢 就第一次接触了咖啡 当时呢 就虽然很小 喝起来呢 有现在都忘记不了的味道 后来慢慢慢慢就养成了这个爱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慢慢也产生了一个想法 想要做一个 我自己研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咖啡器 可以更便利地去制作一杯好的咖啡 就是带着这样一个想法 刚刚大学毕业的他 放弃了自己所学的国际金融专业 踏上了跟咖啡朝夕相伴的发明之路 李柯发现 由耐热玻璃瓶身和带压感的金属滤网 组成的咖啡冲泡器具 既简单又小巧 与自己的研发初衷 勿谋而合 但是通过尝试 他发现这种方式是将热水和咖啡粉充分浸泡后 经过滤网将水粉分离制作出咖啡 但是由于滤网孔径的问题 会有一些咖啡渣无法过滤 残留在水中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口感 于是他就在滤网上进行了调整 将滤网的口径重新定制加工 孔径缩小为原来的二分之一 这样不就是一台便携好用的咖啡机了吗 这天我们的记者接到李柯的电话 准备现场试用一下 李先生您好 我听说您发明了一个小型的咖啡机是吗 对 这个就是我现在研究的一个小型的咖啡机 这个就是是吗 对 我感觉好像看起来有点像之前的那种 就是泡茶的那种是吗 对 它的这个的原理呢 就跟泡茶的是有点相似的 但是呢也有一点不同 是什么呢 那个它在那个使用浸泡之后呢 我们是用上面的这个过滤反向的过滤 让那个出来的咖啡比较清纯 比较简单就能做出一杯咖啡来 哦 您要不要试一下 我请您喝杯咖啡好吗 好谢谢 李柯告诉我们 用这种按压的方式冲泡咖啡 需要将水温控制在92度左右 温度过高就会破坏咖啡的口感 而浸泡的时间则由咖啡粉的粗细来决定 一般来说越细的粉浸泡时间越短 今天的咖啡粉是李柯用自己挑选咖啡豆研磨而成的 据他介绍 浸泡6至8分钟就能够将咖啡中的物质充分萃取出来 7分钟过后 李柯开始进行按压了 此时咖啡的香气已经弥漫开来 用这个绿网把咖啡酱压下去 让大家就可以直接喝比较纯净一点的这个咖啡烟了 其实是能看到的底下有一层很明显的分层是吧 对 底下那就是咖啡酱 它是不溶解的 对 等于是为了保证口感所以有这么一个步骤是吧 对 香味是咖啡的生命 根据研究 这迷人的香气是由850多种芳香物质构成的 咖啡自身的香味是形成整体风味属性的主要原因 可以散发出玫瑰巧克力香草及紫罗兰的味道 还有松露奶酪甚至白酒的香味 那么今天李柯用自己的设备亲手做出来的咖啡口感究竟如何呢 太苦了这个 好苦啊跟喝中药一样 不好意思 苦涩 可能也是有点问题不是太好 苦涩的口感预示着咖啡冲泡失败 那么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咖啡粉还是水温 亦或是冲泡时间 种种推测在立刻脑中环绕 要想解决搞清楚口感的问题 就要从咖啡本身的成分开始研究 咖啡主要由咖啡因 丹宁酸 脂肪 蛋白质 糖 纤维和矿物质组成 在不加糖的情况下 除了会感受到咖啡因的苦味 丹宁酸的酸味 还会感受到甜味 这是咖啡本身所含的糖分所造成的 在这几种成分中 任何一种过量或者不足都会对口感产生影响 测试时出现中药般的苦味就是因为有些成分萃取过度了 李克重新开始调整思路 既然浸泡过滤的方式行不通 那就换成加压的方式来萃取 设计好结构图后 李克找人加工生产出了全新的便携式咖啡机 他马上跟记者分享了这一消息 李先生 听说你这个又造出新的来了是吗 对 学黑老师 你又来了 对 你不是说弄好了吗 所以我就过来了 这个就是什么 对 我们针对以前的操作比较麻烦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又做了一些研究 盖进后的咖啡机由压杆 活塞 咖啡粉槽 滤网 咖啡杯 以做组成 制作咖啡时 在压杆的作用下 热水会持续受到九个左右的大气压 此时 细压橡胶阀会打开 压力伴随着热水传导至粉槽中的咖啡粉 咖啡中的精华部分便会被萃取出来 那么 这个小小的咖啡机能够做出美味的咖啡吗 我们往这里加满粉 就是在七克粉左右 李柯告诉我们 这种加压的制作方式完全不同于上次 它是由八十至九十六摄氏度的热水 以九个大气压的力道通过咖啡粉制成 通常一杯只有三十毫升 带有独特的香气和一抹油脂浮在表层 被称为浓缩咖啡 它可以单独饮用 也可以进一步制成多种其他饮品 充足快速且咖啡因还量低 这让我们对这次的咖啡口感充满了期待 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压完出来了 它的液体已经全部都释放完毕到这个咖啡杯里面 怎么样 这次它就是有那个咖啡豆的那个清香 满口都有一个回味的感觉 不像上次那样一喝进去 很刺激 很苦 是的 那个您看你喝的时候 这里有一些油脂都粘在这个杯子的这些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而且这个上面这层油脂也特别好 说明它这个萃取的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毕竟不是专业的 咱们一起去找专业的人来看一看怎么样 好呀 那我们找一些专业人士一起来看看 那么李柯的咖啡机能否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呢 我们一起来到一个专门制作浓缩咖啡的工作室 准备让这里的咖啡师试用一下 欢迎光临 你好 请问二位要喝什么口味的咖啡 是这样的 那个你怎么称呼啊 我叫斯宏 那是这样子 那个我叫李柯 那个我在做一个新的一个研究 今天过来呢 是想到你们咖啡厅这里一起来 来来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你们帮我们忙一起来品鉴一下好吗 这是个小的咖啡机 这么小的一个杯子 它是做那种法压的吗 其实不是的 我这个是一个 跟你们店里面用的这种电动的 这个一式咖啡机的压力一样的 可以做到九个八的 这个能跟这个机器的效果一样吗 应该是一样 它的那个设计的这个技术标准 我们都是按九个八来做的 那要不我们看一下 多尝一下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杯 看看我们大家做的是不是一样 对 你帮我尝一下 评鉴一下 行 好嘞 这位师傅名叫思红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咖啡师 曾去台湾拜师学习咖啡制作 其制作出的咖啡 口感得到了很多咖啡迷的认可 那么他今天会对李柯的咖啡机 给出怎样的看法呢 二人现场分别进行了制作 思红使用的是义式咖啡机 利用高压蒸汽和水的混合物 快速穿过咖啡层 瞬间萃取出咖啡中的物质 这样出来的咖啡温度很高 杂质的含量很低 相比之下 李柯的便携式咖啡机 体积上就小了很多 那么口感能否得到 思红师傅的认可呢 都做好了啊 麻烦帮忙品尝一下吧 好 试一下 这个也没有什么油脂嘛 是吗 你看一下 跟您的对比 太薄了 你看一下 这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 这油脂上面不能有破洞的 这只有外面一圈的油脂 您的上面一层不是泡沫是吗 这层是油脂 能代表所有咖啡最精华的香味的油脂 那看来专业的人员果然是不一样 但是我明明我这个机器是按同样电动机的这个9个8的这个大气压的标准来做的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看到发明人的这台咖啡机啊 并没有得到咖啡师傅的认可 究竟原因在哪里呢 那我们看到这个易式浓缩咖啡呢 它对这个工艺要求比较苛刻 那么它有一个黄金萃取的一个比例 就是需要在90到92度的这个水温下 同时呢在9个大气压下对它进行萃取 这样的话它的口味是最纯正的 那么由于在这个便携式的小的这种咖啡杯上面 就是温度是很难保证的 一般就是为了补偿这个温度的差异呢 就需要用更高的压力 比如说用10个到12个大气压来去进行萃取 这个压力有多大呢 那么我们如果想解释这个 这10个大气压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看看就是我们做个小试验 我们这里有个吸盘 这个吸盘呢我们把它吸到这个表面上 是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推这个吸盘 切进玻璃的就是一个大气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堂荒秤 然后我们撑一下 我们要拉开它 需要多大的力气 要拉开它 多少 九十 这个松开你能看 如果是这个密封非常理想的话 那么里面就是真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确也是需要 70多公斤 理论上才能把它拔下来 那么制作咖啡呢 它需要在这个小咖啡机里面 要产生就十倍这个压力的 这个局部压力 所以这个对这个 它手压的这个气氛的 要求很高啊 对 要求的密封性能量特别好 所以这个意识咖啡 它的口感也是非常挑剔的 需要达到这种幼滑 香浓 醇厚的这种口感 所以可能要在您刚才说的 这些问题上嘛 还要加骨劲了 为什么这层油脂如此重要呢 丝洪师傅告诉了我们原因 咖啡油脂是意识浓缩咖啡 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当咖啡在经压力和温度萃取时 咖啡细胞中因光合作用产生的 二氧化碳会得到释放 在咖啡表面形成一层细微泡沫 这层泡沫便是我们所说的咖啡油脂 油脂的存在 有效避免了咖啡中气味和苦味物质的挥发 经过这次测试 理科陷入了研发困境 有一些的这个技术的一些门槛的东西 后来还得学习突破 但在这里呢 后来也是要找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师傅 拜人为师傅 继续学习多一些东西 来补足自己补足的地方 找不到头绪的他 去找好友赵凯求助 赵凯是机械设计的专家 常年在机械厂工作 在理科的劝说下 赵凯加入到研发咖啡机的事业中 通过分析 他们将功课的核心 转移到如何充分将油脂萃取出来 既然是加压的方式 那么是不是将压力进行调整 就可以增加油脂萃取呢 将想法付诸实践之后 新的咖啡机就出现在了眼前 李先生你好 我又来了 谢谢老师 你又来了 你这次又弄好了是吗 对 我找了一个老师来协助我 把我这个研究做得更标准一些了 现在有了很重大的突破 像这个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改进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这里的压力是可以调节的 新的咖啡机通过将压力阀的材质进行调整 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 从而将更多的油脂溶解出来 达到理想的萃取效果 经过现场试用 新的咖啡机不仅用冰水做了冰咖啡 还用饮料做出了混合口味的咖啡 那么这一次的调整 能否让丝红师傅认可呢 我们带着咖啡机来到他的工作室 给你看一看 我们这个新的机器呢 做可以做那个带冰萃功能的咖啡 还可以用果汁来萃取咖啡 碳酸饮料也可以 那个他做出来的咖啡可好喝了 对特别好喝 这么多东西 不过我只关心 你能不能达到那个意思的 黄金学学 可以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样吧 我师傅庄怀德刚从台湾过来 要不我们一起去让他来看一下 嗯 好啊 丝红的师傅名叫庄怀德 是台湾著名咖啡大师 他曾获得全国首冲咖啡大赛的冠军 并多次受邀担任咖啡赛事的评委 这些荣誉的获得 与他精湛的首冲咖啡技能密不可分 他能够根据不同的咖啡豆 自由转换不同的冲泡方式 面对如此专业的大师 李克的咖啡机会收获怎样的评价呢 张老师 喂 您回来了 喂 您好 带来的朋友过来呢 您好欢迎您 嘿 张老师您好 我叫李克 今天带来我的发明 请您给我们指点指点 啊 不敢拍不敢拍 他说他这个发明呢 居然可以达到黄金萃取 我现在说他还达到黄金萃取 你看一下 怎么可能呢 有这么厉害的机器吗 那这个也一般这个人工要做到这个黄金萃取很难吗 是的 它是非常难的 他最少经过一年以上的时间的训练 以及呢 他要必须非常熟悉 我们的使用的水温 研磨度 还有这个萃取的时间 所以呢 你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原理呢 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新的一种持续水分段黄金水加压的一个系统 就让它的这个压力做到比电动的机器还要大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看看你这个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是不是像我们专业的咖啡机能够做到国际的这种黄金杯的标准 对 我们有足够的心情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练一练 好 好 要用咖啡机制作易式浓缩咖啡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要稳定的压力和稳定的温度 今天 庄怀德采用的是顶级进口易式咖啡机 其优异的性能得到了很多咖啡专业人士的认可 有了好的咖啡机 还要有好的技术 最基本的技术是布粉和压粉 部分是将咖啡粉均匀地分布在咖啡手柄的粉碗里 如果粉碗里的粉一边多一边少 会使得压力不均影响口感 压粉是用粉锤将粉碗里的咖啡粉压平 使其密度相对均匀 如果粉碗里的粉一边高一边低 一样会导致压力不均 庄怀德全神贯注地做好每个步骤 没有丝毫怠慢 因为他知道 这些小小的细节 决定着最后浓缩咖啡的成败 李克的便携式咖啡机 则是采用高压的方式萃取 水和咖啡粉的比例都已经在发明之初设定好了 只需将其装满即可 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 李克的操作看起来没有庄怀德那么娴熟 那么他用自己的咖啡机做出来的咖啡 能够与之相媲美吗 15分钟过后 二位分别做出了7杯咖啡 做好了是吗 对 一人7杯 对 张大师 您给我指点一下好吗 看起来表面的油脂呢 是非常的丰富饱满 覆盖了整个液体的表面 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要喝了才会知道 我想我们来邀请我们在店里面的客人 一起来品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 好 我同意这个 因为它毕竟就是给大家喝的东西 大家喝了好喝才是最好的 为了公平起见 品尝之前 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双方咖啡杯的底部 贴上了各自的名字 不知道他们的口感能否还原 咖啡豆本来的味道呢 顾客们又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咖啡很香 入口有点苦 有点色 但是一会儿有回甘 它们从香味来看的话 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个人口感还喜欢这一杯吧 口感会稍微滑一点 我感觉这一杯稍微口感会更沉厚一些 这两杯咖啡我感觉都很好 只能要选说哪一个好真的很难 那我觉得这杯会更好一点 那我觉得这杯更符合我个人的喜好 经过品尝投票 李柯获得了三票 庄怀德获得了四票 哇 那现在就是等于是 您是四票 对吗 是的 李师傅是三票 是的 那这样就是一个李师傅这个 他没有达到这个黄金水平的 这也不能这么说啦 咱们这个咖啡它是一个嗜好性的饮料 那么你看刚刚问了那么多的客人 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客观的一个仪器 就是这个仪器 这个仪器就是我们的浓度检测仪 那走 我们去测量看看 从科学的角度看 咖啡粉的萃取率的浓度标准 在9%至11% 所泡出的咖啡最美味 那么他们二位做出来的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呢 庄怀德拿出的这个专业的测试仪器 会测出怎样的结果呢 在我们的这个仪器的辅助底下呢 李先生所得到10.3%的这个浓度 那在机器呢做出了9点多的浓度 那么呢在我们整个黄金水平的 那个浓度的标准呢是在9到11之间 所以呢不管是在机器或者是李先生带过来的机器呢 同样都是可以做到一个符合黄金水平标准的咖啡 那恭喜李师傅得到了我们庄老师的认可 很好啊 这个机器非常棒 很开心今天你带了这么好的这个发明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 非常感谢庄老师 经过测量 双方的浓度有细微差别 但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符合黄金萃取的标准 总体来看 李克的便携式咖啡机通过巧妙的设计 制作出了符合黄金萃取法则的浓缩咖啡 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李克发明的便携式咖啡机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它的设计挺巧妙的 利用活塞和套筒和密闭的枪体 将咖啡给萃取出来 它达到了十几个打气压 并且呢 利用过滤层来做这样的萃取 我觉得如果要说再进一步改进的话 一个方面就是可以做不同容量的这样的装置 还有呢 就是可以有电动和手动的智能的装置 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子熙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白桶却危险重重 白桶能手 默契配合三鱼仔 白桶神器 初出茅庐献献绝活 同台竞技 究竟哪方更胜一筹 敬请收看外发明 白桶标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